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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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星都闪烁着光芒 水波荡漾此刻都是你的模样 无人知我心中争斗 故作镇定会复占你的问候 两个世界的我们都蒙着开路 以为顶风向前的风景会多梦 但记忆想随便一样消失 我依旧会被你吸引 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 你的降临是岛与谁陆地 是知道你的位置 却装作不在意 满心想你却只字不停 inside my 秦婉 你愿意嫁给我吗 帆哥你先起来 你愿意吗 是吗 秦婉 我对你的感情 从小到大没有变过 我知道你也是 我在国外向晴天 打定你的消息 回国就是我也跟你在一起 凡哥 你真的误会了 没事 事过太突然了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贺凡 对不起 你做的这一切 我确实都很感动 但是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我从小只把你当成 我跟晴天的大哥哥 确实 我小时候很依赖你 但是咱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 我不能欺骗你 更不能欺骗我自己 我记得 我小时候你出了线 我跟你说过 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你有喜欢的人吗 对 对 小子 那人就是我 没有 那他是谁 当然是我 他谁也不是 就是一个我梦里的人 你 你 那你现在 能拒绝我得这么搪塞吗 我想我现在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我累了 我要回去睡了 你回去吧 我们才是青梅竹马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贺凡 你真的很好 但是你会遇到一个 全心全意去爱你的人 但那不是我 你不用给我发号人了 贺凡 我想我们最近 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好了 你不用这么快回答我 我明天还借你上班 不用 我明天还借你上班 你会想起来的 今晚 请问 是你不领情的 不要怪我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不可能别再来找我了 别着急啊 先看看这个 我不缺钱 我知道你不缺钱 这只是表达我的诚意罢了 她都昏迷了三年了 灵显正眼看过你 我说过那是最后一次了 你真的就甘心 一直在她身边做个听话的秘书 你放心 这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这么晚出门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小妹妹 哥哥俩 你喝一杯啊 来嘛 你们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方向 小弟 小弟 宋 START 知道个声音吗 啊 宋 START 哎 林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 跑步呀 这么晚了 在我家附近跑步啊 刚刚谢谢你 衣服不错 这么晚也不安全 我送你回家吧 以后夜跑带着这个 您出门跑步 我还随身携带防烂烹雾啊 怎么了 我身家百依的这个不正常 你上了头发 那个 那个 不好意思 我先回去了 你一点都没变 景天 姐 怎么样 你答应她了吗 你居然敢背叛你姐啊 别再想让我帮你打游戏了 你干吗 你没答应姐夫啊 你再给我叫一句 你试试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别逃你 我 你给我把话放下 我不 我 我 这不是你们公司老板吗 不是 新姐夫 怪不得 好 林总 我不是 最近晴婉的梦里 经常出现一个人 是她中学时期的朋友 但是我和她交往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 一般情况下 梦里的逻辑跟现实不一样 晴婉游戏的造际引擎 是模拟了真实世界 连接了大脑的神经元 是梦境与记忆的结合 跟事情的实际情况 并没有什么联系 即便久远到儿时的玩伴 在梦境里 也只能诚实地反映 梦者的愿望或者恐惧 还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外来者的干预 外来者的干预 林总 您找我 加工防火墙的事情怎么样了 有什么异样 已经全面升级了防入侵系统 目前就技术部来说 没有任何异常 还在深度的核查当中 晴婉之林最重要的部分 是造际引擎 也是游戏的基本构架 这些都是由秦小姐 亲自设计的 可能还需要花点时间 给我盯死 明白 林总 就是你的模样 无人知我 心中争斗 故作镇定会负战 你的问候 两个世界的我们 都忙着看路 以为顶峰相间的风景 会多梦 但记忆像 随便宜 随便一样消失 我依旧会被你吸引 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 你的降临是岛与水陆地 是知道你的位置 却装作不在意 卖心想你却只字不提 炽热与孤寂 就刻着回忆 当他旁的月光在无痕迹 为你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